我们上一节就讲了那个演化的理论跟机制的一些探讨 到了5次2呢 我们依据这些演化的理论机制 我们重建了生命怎么演化出来的 那个过程我们称它为生命树 那我先解释什么叫生命树 生命树都称为演化树 或叫系统发生树 它就是在描述物种之间演化的关系 把它化成枝条的图的样子 就称为生命树 请各位看右边这个图 这个图其实是有美化过 事实上演化树不是这样化的 这个共同祖先 然后就开始往上演化 就开始分家了 有些人变成动物 有些人变往细菌走 有些人变成植物 就越分越散 所以从很简单的少数的生物 变成复杂的多元的生物 就好像一个主干开枝善叶一般 所以就像一个树一般 所以这样的图形表达方法 就叫生命树 或叫演化树 或叫系统发生树 而我们在表达生命树的时候 我们会表达出亲缘关系的远近 而且每个分差点代表共同的祖先 好 这是什么意思 然后又说到第一列是指现存的生物 其他都灭绝了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个图来做说明 假设这是一个演化树 演化树是这么化的 自然是标准的演化树 那这个有化树怎么表达呢 首先这个有化树 中轴是时间 中轴是时间 而这是A物种 这是B物种 这是C物种 这是珠物种 我这条虚线不用画 但是你会发现 当我时间往上走 这个虚线就是现在 代表什么呢 A物种 B物种 还有珠物种 叫做现身种 现在还在地球上生存的 叫 我写错了 现身种 不是现在种 现身种 那么那个C呢 怎么在这个时间点 在这个时间点 就上不去了 它灭绝了 它就是化石种 或是灭绝种 就不见了 它灭绝了 所以可以这样表达 好 那这个有化树 那有化树中间 有些枝条会分叉 像我现在圈的这一个 这是个分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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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来做一下说明 这叫甲 这叫乙 这叫丙好了 好 那甲是什么呢 甲就是A和B 最近的共同组线 所以一个分枝就代表 我们的共同组线 甲就是A和B的共同组线 那乙呢 乙是C和甲的共同组线 而甲这个物种 又演化成A和B 所以乙是甲和C 就是甲和C的共同组线 那丙呢 丙是乙和珠的共同组线 那珠在这里现成种 乙呢就演化成C和甲 甲再演化成A和B 所以你可以这样说 乙物种是A B C的最近共同组线 这样看 那干嘛要找共同组线呢 A B C珠 我怎么知道 谁的亲人关系比较近 在早期没有演化素的概念的时候 怎么分别 你跟黑猩猩长得比较像 所以我跟黑猩猩比较接近 你跟蟑螂长得好不像 你跟蟑螂比较远 完全由形态来做分别 不行 那我们现在怎么分别呢 从这个图来教各位 A B C珠谁和谁的亲人关系接近 请看他们的最近共同组线 先看A和B吧 A和B是不是在甲这个时候分加 换个颜色 甲这个时间 圈起来 我们在这个时间 A和B分加了 好再往下走 以这个时间 是不是C和甲分加 所以这是分加的时间 然后这个时候也是分加的时间 亲人关系就是看你分加的时间 越晚才分加 代表你亲人关系越接近 越早分加 代表你亲人关系越远 所以以这个图来讲 这四个物种 谁亲人关系最近呢 A和B 为什么 他们分加时间 最靠近现在 那谁的亲人关系最远呢 A和珠 或者是B和珠 因为AB珠 他们分加时间是比 很早期就分加了 所以A珠或B珠 亲人关系都是最远的 所以以后 如果你题目问你 谁跟谁的亲人关系比较远 谁跟谁的亲人关系比较近 请你不要看 A跟B跨的比较近 就是他的亲人关系 不是这样看的 是要看他们分加的时间 AB分加时间比较靠近现在 他不晚分加 那么 那个 A珠的分 那个分加时间比较整 所以用这种方式 来判断亲人关系 好 那我们高中会说 简化数的纵轴 就是时间 那横轴是什么 横轴的距离代表什么呢 我们高中不讲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 这两个物种 他们的差异程度 简单来说是这样讲 差异度 为什么要讲差异度呢 因为有时候分加的时间 很接近 很近 我最近才分加的 可是我 最近才分加 可是我们演化很快 我跟你差好多 有些人好久前都分加 但到现在 还长好像哦 都没什么变 我的演化速度比较慢 演化速度每个物种 不一定一样快 有些演化快 有些演化慢 所以横轴边是差异度 但是我们再看亲人关系 不能看你外形或DNA分子的差异度 是看分加的时间远近 举例子 我们跟黑猩猩好像是几百万年前分加的吧 你跟蟑螂是几十亿年前分加的 那你跟蟑螂猩还是跟黑猩猩近 几百万VS几十亿 那当然是我跟黑猩猩近哦 是这样分别的 而不能用形态 或是我跟你比较像 这样子做判断 好 我们上个礼拜就用这个图来解释 你要怎么看一个演化速 谁跟谁的亲人关系比较近 谁跟谁的亲人关系比较远 可是当时我举了一个例子哦 我当时的数据举错了 就是我拿蟑螂和人 还有黑猩猩和人 谁的亲人关系比较远 谁的亲人关系比较近 我当时说人跟黑猩猩分加 不过是几百万年的事情 可是我当时口误说 人跟蟑螂分加 是几十亿年前的事情 其实没有那么久 所以我这边把数字给大家看看 人类跟黑猩猩分加 大概六百万年前 所以几百万年完可以 六百万年前我们跟黑猩猩分加 可是我们跟节制动物分加 就是节制动物演化出来 大约是五亿四千万年 没有到几十亿年 我当时口误是口误在这 所以就以这个数值 人跟黑猩猩是六百万年前分加 我们跟节制动物分加是五亿四千万 还是我们跟黑猩猩比较接近 我们分加时间比较晚 比较靠近现在 我们跟节制动物分加是五亿多年前的事情 五亿四千万年前 节制动物演化出来 蟑螂大约是三亿五千万年前演化出来 所以我们跟蟑螂的差别是 几亿年前我们跟它分加 可是我们跟黑猩猩是几百万年前跟它分加 所以我们分加的时间比较靠近现在 我们跟黑猩猩关系比较近 所以我们把年代上的错误 这边做个更正 以上就是演化术先简介到这里 那所有的演化术都是科学家依据化石 依据它的形态或依据基因 做很复杂的运算之后 才画出来这样的演化术的 那演化术会因为你有新的证据 随时被修改 所以每个演化术都只能说它是个假说 有些演化术证据非常多 这个假说很扎实 不太会被推翻了 但有些演化术证据比较弱 它随时会更正 所以刚刚画的演化术都是有一堆的资讯 经过计算画出来的 是这样子 像这是生命术演化术的一个性质 跟使用方法 那请各位看这四个图 这是四个演化术 这四个演化术 其实是同一个演化术 真的吗 演化术有个特色 它的所有的分叉点 就是所谓的共同组线 这个分叉点 这个两个分叉 是可以旋转的 这个分叉点是可以旋转的 也就是说 当我现在A画右 B画中间 C画左边 我可以表达成AB对调 这两个一模一样 我也可以 这一环跟这一环 对调变成这个 然后其中AB再对调 所以你们现在看到 这四个演化术 是同一个演化术 因为分叉的就是可以转弯的 是可以转 是可以旋转的 所以请你不要想 因为有些人是真的这样解题的 哇 你看这个演化术 A画在最右边 A最先进 这个C画在最左边 C最原始 不是的 这个数字可以变的 而且你不要以右边左边 你要以分加的时间来判断 以分加的时间来判断 OK 还有我刚刚说的那个描述 A最先进 C最原始 演化上根本没有先进跟 先进高级跟低贱原始这个东西 只有我很早就演化出来 跟我很晚才演化出来 我的身体功道比较复杂 还是身体功道比较简单 因为对这生长物种来讲 他们都活到现在了 他们都活下来了 所以在演化的过程中 你只有找分家 晚分家 结构复杂 结构简单 没有高低等之分的 只有活活活的下去之分 反正淘汰就淘汰 拜拜 你在先进也被淘汰了 就这样子 像细菌跟人就是好例子 人绝种的细菌还在 人绝种的蟑螂还在 水先进 那我们现在看一个比较复杂的图 这个图就给你佐 这种刚刚的说法 这是全世界各种生物的大演化素 细菌在这里 植物在这里 这是真菌 这是动物 你们看这演化素 有发现几个很重要的特色 就是 这边第一个分家 就是圆核在这里 圆核向左 增核生物在这里 增核在这里 增核 增核跟圆核先分家 然后你看第二个分家是谁 植物和其他人 这个分家人就是 真菌和动物 各位有发现 如果植物动物跟真菌相比 动物跟真菌比较接近 因为也许你会觉得 植物不会动 真菌不会动 植物跟真菌比较像 比较接近 No 植物跟动物跟真菌 清原关菌比较近 以这个图看到是这样子 好 人在这个位置 所以从这个图可以看到 人跟黑猩猩这时候分家 人和 有什么好例子 人和蜥蜴跟蛇好了 蜥蜴在这里 蜥蜴在这里 蜥蜴分家 在这里 所以人跟黑猩猩比较接近 跟蜥蜴跟蛇比较远 因为分家的时间不一样 OK 还有你看这个图 人是不是放在最右边 不是 那我可不可以把人放在最右边 以这个图来讲 可以 所有的分差点 这个横杠 这个很长 都可以旋转 你可以把它转成 人在最右边 你可以把它转成 人在最左边 看你怎么转 所以所有的分差点 都可以旋转 这是演化术的特质 所以左边右边不重要 反而是上下 时间的关系 比较重要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